如果你一不小心碰到脖子有八百米的马桶怪 可千万要赶快跑 否则他就会把你吃掉 害怕的赶紧发送狗头保护 就在刚刚 饿了十天的男人 想到厕所里吃饭 结果却遇到了个头上长台监控的男人 因为害怕监控人和自己抢食物 于是他赶紧推门 钻了进去 可到刚进门 就听见有个女孩在求救 救命啊 男人赶紧环顾四周 寻找声音的来源 并且一间一间的查看 但就是找遍了所有坑位 都没有发现一个人 于是他开始趴在地上找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可求救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男人赶紧给自己的女同事打电话 请求帮忙一起寻找女孩 却发现身后好像有什么人在偷窥自己 男人根本来不及挂断电话 就像着了魔一样 向后面走去 直到他推开最后一道门 我的妈呀 只见一只帅得不像样子的马桶怪 正在死死的盯着他 那一米八的大长脖子 昭现了他的凶狠 男人想要赶快逃跑 却发现那个监控人也跟了上来 显然自己已经被左右夹击 男人被吓得腿都不是腿了 吓一秒 他就被马桶人拖进了马桶里 监控人赶紧归宿去救这个男人 却差点也被拖了进去 最后他也只能失望的离开了这里 那你们觉得监控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这个女人是个变态杀手 今天的目标是个黑帮老大 他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干掉他 于是趁着男人洗澡 女人偷偷的整理武器 最后又悄悄的戴上卷手套 最后再插入电源 邪魅一笑后 迅速插进了浴缸里 一千交的爆炸电流 男人竟然啥事没有 原来他可不是个正常人 因为意外吃了个变异的果子 而获得了超能力 他从高处自由落体 身体就会变成穷 怎么都不会被摔死 每次都有本根电线才能安全着地 即使有一百把枪同时射击他 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女人感觉大事不妙 开始疯狂逃跑 可下一秒 男人就伸出了八千米的橡胶手 一把抓住了他 还逼他说出幕后主使 他要报仇 但得知真相后 男人却被吓得瑟瑟发抖 原本的好兄弟 竟然为了全力要自己的命 突然 一只鹿飞从电视里跳了出来 他十分好奇 和自己一样吃了恶魔果实的人类 还和男人成了朋友 男人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陆飞 但在陆飞的世界里 兄弟情谊是不会被质疑的 他劝男人冷静 就在这时 又一个杀手冲进了病房 男人一招走后控制住了杀手 再一次逼出了幕后主使 男人更气愤了 亲兄弟竟然非要他的命 于是男人决定了结一切 很快他就找到了铁袋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男人 一秒就发起了进攻 众人立马拔出了枪 可下一秒 又被反砍了回来 男人又使出了终极大招 泰山压顶 将他们全部打倒 男人一拔抓住铁袋的衣服 向一拳了结他 就在这时 男人又想起了 曾经同生共死的岁月 重情义的男人选择原谅了铁袋 但万万没想到 男人的衣服才是幕后的主使 暗枪是他开的 杀手也是他派的 为了能控制男人 他不惜炸毁地球 但就在他要使出终极大招时 陆飞出现了 世界终于恢复了平静 这个男人 往身上喷了一点神奇的药水 结果却变成了小小巧克力人 因为他想和女神表白 却一直没有勇气 于是就在女神工作不开心时 他就悄悄地地上纸巾 外出郊游 随便抠下了一块送给女神 只为了博得美人一笑 小巧克力就会无比的幸福 但女神的眼睛里 却永远不是他 于是他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 他将大量的药水喷在身上 结果真的变成了一个 大哥的巧克力人 他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 竟然没有人害怕他 他随便耗下了一个鼻子 捏碎撒到女孩的逼迹林上 所有的女孩都会迷上这个味道 看到女神不开心 他就立马把自己的耳朵揪下来 送给他 女孩糟糕的心情瞬间就好了 而且他的愈合能力极快 不管什么部位受伤 就会立马复原 看见女孩生病了 他就立马来到病房 送上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女孩被逗得开心极了 到了晚上 就会贴心的为女孩做饭 顺便切一块巧克力送给他 健身房里 怕女孩透支体力 直接八块腹肌上取一块 来补充能量 有这样的男朋友 真是无时无刻都有巧克力吃 但也要处处小心 比如坐公交车 随时有可能被咬上一口 连胳膊也可能随时不饱 但这样的巧克力男友 你想要吗 这个女孩嫁给了千亿富豪 却在第一天就崩溃了 因为她的丈夫有个怪癖 就是让所有和她结婚的妻子 每天必须生活在墙上 女孩已经是第108个了 开始的时候她还很高兴 因为富豪每天不仅送给她鲜花 还会送给她昂贵的礼物 他们时刻拧在一起 连工作时间也不放过 女孩也是为了得到富豪更多的爱 每天更换漂亮的裙子 画精致的妆容 但有些爱情总是始于新鲜 细于厌烦 几个月后 富豪厌倦了她 不再想和她有任何的交流 这让女孩无比的焦虑 少女怀穿的梦想 被现实踩成了渣渣 更可怜的是 几天后 她完全被富豪抛弃了 甚至好几天都看不到富豪一眼 女孩崩溃到了极致 于是她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 她脱掉了自己的高跟鞋 想要跳下去 可因为自己在墙上生活的太久 脚下原本离地面没有多高的距离 却在她的眼里 足足有万丈 但女孩还是鼓起了勇气 跳了下去 女人贪婪地站起 几个月不从走路的双脚 如获新生 她拿起棒球杆 将墙上的桎梏砸碎 疼狠地发泄了自己的愤怒 她要结束这里的一切 几天后 女孩重新找到了工作 虽然不再令众人敬畏 有时还会遭到冷眼 但心却无比自由 她又做回了那个 曾经勇敢自信的自己 所以如果真的想活得漂亮 就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 去努力创造 这个男人可真奇怪 她的头居然有16块 男人每天必须在两分钟内 将它们拼凑成人脸 可今天 她却想挑战一分钟 于是她看了看手表 开始倒计时 她摘下耳机 然后将跑偏的头顶对称 再捏捏头顶 寥寥无几的几根毛发 还造了个小发型 这一幕可把地铁上的人都惊呆了 本以为她会继续拼 但她却口渴了 她拿起了快乐水 就直接从头顶的嘴巴 喝了下去 这究竟会喝到哪里去 谁也不知道 就连一旁的富二代清洁工 也十分好奇 喝完她就继续扭脑袋 可好不容易脸对称了 其余的地方又出错了 靠着毕生的信念 她又开始打乱重新拼 小女孩吃惊的看着她 但男人却好像早已经习惯了 随后她又捏了捏自己的耳朵 将头部上下扭动 找到耳朵的对称面 我的天呀 她居然成功了 男人鼻涕多得意了 这时她转头一看 地铁口竟然出现了一个 可怕的小男孩 那表情极其诡异 似乎要有大事发生 男人和她礼貌的打招呼 可小男孩却纹丝不动 还死死的盯着她 突然一个漂亮的女人经过 她静止的走向小男孩 似乎什么都没看见 男人感觉到了恐惧 赶紧看看地铁的时间 而小男孩却在女人经过时 神秘消失了 等女人走后 小男孩就又出现了 难道只有自己能看到 突然一个流浪汉打翻了垃圾桶 可垃圾车一出现时 小男孩就又不见了 男人忍不住好奇 打算克服恐惧 上去看个究竟 可刚要用手去摸 结果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傲娇的公主 仅仅想得到一张金奖券 就让富豪老爸买下了全世界的巧克力 并让工厂的工人 每日每夜的裁缝 因为金奖券只有五张 得到它就有可能会继承 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工厂 在资源的绝对优势下 小公主力排万难 顺利的得到了第一张金奖券 而第二张金奖券 就落到了强迫症小女孩的手里 她对奖杯非常痴迷 为了赢得口香糖比赛 她可以连续不间断的 嚼上一年的口香糖 第三张竟然被一个贪吃的小胖子吃出来了 媒体采访她时 她嘴角的巧克力都没擦干净 第四张则是一个天才少年 仅凭巧克力的出场日期 就精准的算出了金奖券的位置 第五张最神奇 是一个连一块巧克力都买不起的穷小子 但谁会料到 她意外在雪堆里捡到十块钱 还用她买了一块巧克力就中奖了呢 幸运的人真是喝口水 都能一夜暴富 很快携带一名亲友团的五个幸运儿 就在媒体的粗用下 来到了巧克力工厂 等待他们的 将是欲望和人性的双重考验 而一旦过关 就会获得无尽的财富 他们被旺卡带到巧克力工厂的核心 这里太美了 一切都是巧克力制作的 有巧克力南瓜 巧克力花朵 还有巧克力瀑布 就连这里活着的小人 都是巧克力制作的 他们的第一关就是控制欲望 旺卡让他们吃 但不能过量 可小胖就忍不住了 吃完奶油就开始疯狂的啃草 旺旺旺想要阻止她 可她还想再喝点巧克力水 万万没想到 啪击就掉到了巧克力池里 可怜的小胖子还不会游泳 危机时刻 一根大管子从天而降 就这样 小胖子瞬间就被吸到了大管子里 下一秒就不见了 现在只有在巧克力工厂的仓库里 才能找到她了 这可把母亲急坏了 小人赶紧带她去找小胖子 显然小胖子被淘汰了 紧接着他们就被一个龙头糖果 接上了船 这船的时速有180麦 他们穿过湍急的管道 来到一个实验基地 万卡得意地展示自己的创意 因为她是一个天才 她发明的糖果 总会让人出乎意料 现在又拿出了一个红色糖果球 据说放在嘴里 一年都不会变小 但现在还在实验阶段 没人敢挑战她 因为一旦失败 有可能会变成这样 但强迫症小女孩偏偏不信 她将口香糖放进了嘴里 这个小女孩吃了一块神奇的口香糖 下一秒 鼻子就开始变绿 紧接着 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异 她不断的膨胀 瞬间变成了绿巨人 而且越变越大 而唯一能解救她的办法 就是把她推进榨汁机里 等到枝叶都被榨出来 才能恢复正常 就这样 强迫症小女孩也被淘汰了 下一关是巧克力制作室 你绝对没见过军事化管理的松鼠 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流水线上拨火壳 蛮横的小公主想要带走一只 却被爸爸阻止 但小公主不停劝阻 直接钻过了栅栏 刚想去抓 结果就被松鼠们扑倒在地 小公主翘了翘她的脑壳 看她熟没熟 确定没熟 小公主就被松鼠们丢进了垃圾处理器里 她的富豪爸爸也没能逃过一截 小公主就这样也被淘汰了 随后他们开始乘坐无穷的电梯 去下一关 其中的天才小男孩觉得太无聊了 决定自己挑选个房间来挑战一下 结果来到了一个黑科技实验室里 果然是她想要的 这里能把一块巧克力通过空间传送 瞬间输送到电视上 正在看电视的人 就可以随时拿到自己想要的巧克力 不仅可以传送巧克力 还可以传送各种商品 这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 人们不用再出门 就可以购买一切 但小天才却认为这是暴天天物 他想进入电视 与总统对话 说着就冲了进去 随后身体就开始慢慢向上漂浮 他还摆出了一副超人的模样 结果他真的跑进了电视机里 可刚进去 小天才就后悔了 拿出来时竟然变成了拇指公样 只有压缩后才会恢复 显然天才如果自负 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现在就只剩下 修理恩气的查理了 万卡送给查理一块巧克力 告诉他只能品尝一口 查理照做了 而且多一口 查理也不贪 结果查理就得到了万卡的祝福 而那四个小伙伴 只能狼狈不堪地 走出了巧克力工厂 万卡想要查理 继承自己的亿万财富 但查理却一点不高兴 因为万卡要求他必须脱离自己的亲人 这是查理万万做不到的 于是他拒绝了万卡 他宁愿去擦皮鞋来维持生活 也要和家人住在一起 在他的心里 家人无比重要 万卡失望透了 很多天以后 万卡实在想不明白 他又一次找到了查理 这才了解到了 天才万卡的秘密 这是个奇怪的小男孩 每天必须要戴十斤重的牙套 因为他的爸爸是名牙医 为了保护儿子的牙齿 绝对不允许他吃任何糖果 直到这天 他捡到了一块巧克力 万卡偷偷把它放进了嘴里 从此万卡再也忘不了那个味道了 他开始搜集各种巧克力 还不惜扮成小丑来换取糖果 而且没品尝一种巧克力 都会把他们的神奇味道 用小本本记录下来 直到这天 爸爸发现了他的秘密 把所有的糖果都倒进了火炉里 万卡失望透了 他决定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所谓家人 他不停地走 不停地走 等到他想要回家时 家已经被连根拔起 被爸爸带走了 从此 他开始研制各种巧克力 还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工厂 直到他碰到了查理 查理拒绝了他巨额财富的邀请 只为了能和家人在一起 在查理的鼓励下 万卡决定以陌生人的身份 去探望多年未见的老父亲 然而让万卡想不到的是 父亲其实一直关心自己的儿子 他把有关儿子的报纸都剪了下来 视如宝贝 老父亲颤抖地帮儿子检查牙齿时 差点哭出来 多年的思念终于换回了儿子 父子俩也相拥在了一起 万卡也最终接受了查理的家人 寒无漏涉 鸟鸟吹烟 亲人尚在 温暖如春